《毛泽东的秘书》 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学生 1927年春 张文斌被湖南平江县委 选送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蒋西所学习 在蒋西所 他聆听了毛泽东 邓衍达 韵戴英等人的教会 思想学物有了很大提高 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文斌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秋收集 且是和未婚妻一起参加 张文斌学习节点后 回到了平江县 组织工农武装 8月 平江县委按照上级指示 决定成立平江暴动委员会 参加秋收暴动 张文斌和未婚妻黄喜凤 也一同参加后牺牲 暴动发起后 9月20日 一军攻打平江县城 因工程信号失误 没有成功 张文斌回家后 一次被轻相对包围 他沉着地把文件藏在毛屋内 和身上的炸弹没来得及藏起来 就被团丁抓住了 他呼叫着要去上厕所 趁机把炸弹丢在粪缸里 敌人一无所获 便走了 不料 当晚 团丁又来张家搜查 将张文斌和长兄张闪堂一并抓去 言行讨打 结果敌人没拿到任何证据 见他年纪17岁 敲诈了200块大雅 据保释放 张文斌获释后 带着30多人 袭击清香连 击毙连长一名 救出了被捕的包兄张艺青等人 张文斌还参加过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 1928年7月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 成立红武军 张文斌率领平江县游击队 在起义后参加红武军 任第一大队党代表 然后他跟随彭德怀上了井冈山 在江西宁冈新城再一次见到毛泽东 以后张文斌在红军中先后担任红武军党代表 相当于政委红西军政委后调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 张文斌是一个爱灵如此的人 长征重 他吃草 跟把自己的干粮省给商卫员吃 过草地时 部队遇到一个大泥潭 不少人倒下去了 张文斌去拉一个战士 也倒进了泥潭 警卫员去拉他 他却对警卫员下命令 你先拉那位战士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 1936年党中央决定以红十五军为主力军 组织度和司令部 指挥东正 周氏帝位司令员 张文斌任政委 东渡黄河不久 张文斌被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 由此 张文斌成为唯一当过军政委的毛泽东的秘书 但是他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的时间很短暂 他担任秘书 只有区区几个月 不久 毛泽东就派他去西安 负责领导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张文斌这一次离开毛泽东 也离开了军队 改作地方工作了 1936年12月9日 西安学生和群众举行纪念129运动一周年活动 张文斌新任总指挥领导请愿游行 结果警察打伤小学生 激起重分 他及时引导请愿群众负林铜 向蒋介石请愿 此举直接促进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他前往广州后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在广东工作期间 他曾回延安专门向毛泽东汇报南方的工作情况 并且提出 我们对于汉谋不能有过分的幻想 这位毛泽东等人所接受 事后很多事情证明 身为国民党广东省最高军事长官 于汉谋消极抗日 真心反共 不足为谋 张文斌是毛泽东重秘书中最早牺牲的秘书 1942年5月下旬 中共江西省委注意 非广东省委遭到破坏 时任南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张文斌 当即同南委书记 方方布置机关撤退工作 然后率部向东江撤退 在湖京高坡镇时 张文斌遇上叛徒郭浅 张文斌极力反抗 中阴寡不敌众 不幸被捕 随后 他被特务们解压囚禁于江西太和县监狱 在狱中 张文斌明确地对劝降的叛徒说 宁可坐牢而死 决不跪着爬出去 1944年8月 张文斌牺牲 只有34岁 生前 他留下了一封体为 我是死不能转变的信 其中说 宁为玉岁 不为瓦全 老兵在张文斌烈士故居前 1983年4月 曾与张文斌一起关押的廖城志 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南方局 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张文斌同日同我关在一起 他牺牲是我亲眼看到的 广东党委能够重新恢复和建立 张文斌同志的功劳很大 在毛泽东的秘书中 有两个人牺牲 一个是黄祖延1951年3月 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预派 一个是张文斌 张文斌牺牲最早 也是众秘书中职务比较高的一个 张文斌牺牲后 延安两次为他举行追悼会 斯洛夫人在续西行漫迹 中称张文斌为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 注意 党内有几个张文斌 此张文斌非比张文斌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城中称时 котор必须麻烦 沈后